今年的中华职棒由中心兄弟拿下了年度总冠军 欢庆风王在今天上午特别举行了风王大游行 好 持续带来掌握中心兄弟的风王活动 在上午已经结束了游行活动之后 球队 球员以及啦啦队女孩 统统都回到了自家出场 洲际棒球场 在进行相关等一系列的小游戏的互动游戏 那看到球员跟球迷当然都是玩得非常开心 那包含现场呢 其实洲际棒球场也涌入了上千名的球迷 都来到了现场要来共襄胜举这个欢庆时刻 当然呢 今天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球迷都带着一家大小 通通来到了洲际棒球场 要来跟共襄胜举这个盛大的这一贯的历史时刻 好 那当然他们也强调说 在历经了这一季之后呢 也非常开心 球队能顺利拿下这一贯 我们来听一下 稍早访问 就是不离不弃是我兄弟 还好我没有放心 不管有没有夺冠 我们都是坚持 然后就是永远支持我们喜欢的球队 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精彩更热闹 对 那有要对詹子贤还不怕一下吗 詹子贤 因为詹子贤的衣服在我老婆身上 我们永远支持詹子贤 不管你到哪里 那我们都一样支持你 正经商品的冠军 耶 好 中文兄弟在今年顺利拿下年度总冠军之后呢 这也是他们四年的第三座冠军 也是对时史上的第十座年度总冠军 因此呢 今天球团呢 也在今天呢 推出一系列的相关的商品 都是六则起 因此现场呢 洲际棒球场现场也涌入了 将近上百名的球迷都要来抢买这个周边商品 因此呢 对于球迷来说 这一刻真的是非常的荣耀 不过呢 再次提醒官方朋友 中职的球季已经结束了 不过呢 其实还有球赛可以开 也就是十二抢马上就要开打 东森已将全程转播一起为中华队加要打击 以上 现场最新的把时间镜头交换逢内主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